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虎辯 金子暴辯 小人革面 日本首相安倍日前见川普美国总统当选人 赢了易经第49卦格卦的谣词 金子暴辯 意思是说金子改革如报的变化 有如报的斑文斑的显著美丽 安倍的用词十分的高明 表面上是称赞川普如金子 事实上是劝川普要改变革新 不能像选前般脱轨的演出 因为金子暴辯的下一句话 就是小人革面 讽刺川普若不能如金子的暴辯 就会演变成革面的小人 格卦的金子暴辯之前 有更高的境界 就是大人虎辯 大人是大德之人 虎辯是如老虎斑文斑的夺目灿烂 川普显然做不到 金子暴辯不只是安倍对川普的起喜 也应该是世人对他的起喜 金子暴辯这句话 和林前院长就职隔回的自我起喜 来相通 林前内阁自喜为改革内阁 就要如易经上所说的 格而当 其悔乃亡 意思就是说 改革要做到自当 事无不查 人心和顺 也就是要顺乎天 而应乎人 上顺天命 下应人心 没有后悔的事情 川普以大约半数选票 拿下总统的宝座 当选后 美国人并没有改朝换代的喜业 抗议的浪潮 此起彼落 这与川普选前 非顺乎天 而应乎人的偏激言论有关 我们台湾今天民主政治 正日渐走上 对立的两极化 我们国家的政治现况 何尝不是这样子 我们林内阁的 多项棘手改革 受到严酷的考验 但我们 仍期盼 林前内阁 用对人 做对事 至少要有百分之十的 民调支持力 来达到 禁止 暴变的高度 甚至能够达到 大人虎变的最高境界 谢谢 陈委员 下一位请 柯委员 志恩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这个星期 复兴航空解散的讯息 可以说是造成 社会非常多的纷扰 因为它不仅侵涉到 五千个旅客 形成大乱 十万个旅客 权益受损 还有包括 一千八百个员工失业 以及所造成产业链 惩罚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这样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当是一个 危机事件 这个危机事件呢 我们的民航局 我们的交通部 可以说是完全在状况之外 而且事件发生之后呢 整个的处理 可以说是用不及格来当做事 而且这个讯息 第一时间被揭露了 竟然是我们的劳动部 郭芳育部长 而不是他的直属单位 民航局跟交通部 其次呢 这个事件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隔天礼拜二 会有所谓停飞的世界 可是礼拜一下午五点半 这个蔡总统所主导的 立法行政协调会议当中 他们所讨论的竟然是 要在一个月之内 把财团法人的肥猫清除 对于所谓这样的一个危机事件呢 却是只字尾题 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 做出立即的一个处理呢 答案竟然是 这样子的财团法人的议题 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排定了 所以呢整个内阁就完全根据这个照表超课 完全没有对这个所谓危机 做出应该有的处理 可以说是让你觉得非常的一个傻业 我们知道复兴航空过去三个 它已经连连亏损22亿 很多破产的传闻 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沸沸扬扬了 可是呢我们的交通部 我们的民航局 却没有做很多的预备的一个方案 而且从事后处理的方式里面看得出来 他们完全没有掌握的状况 但是事件发生之后呢 有关于航权 有关于相关的事件 也都是前后说法不一 显然我们的院长也是在状况之外 另外一个案件呢 就是我们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 婚姻平权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蔡总统在选前 就已经表明了 她支持平权的修法 而且这个议题在我们的 上一届的会期当中 就已经做过讨论 劳动部呢也发出了 可能会用专案来做一个处理 可是呢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议题排进我们的委员会的时候呢 竟然行政院司法法制委员会 还有我们这个司法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对案的一个处理 放任很多的委员提出各自的一个版本 让我们的社会造成很多对立的层面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 也是在状况之外 让我们再来看看 很很多多的一件事情 可是民进党在选前 他们对很多的事情的掌握是快很准的 他们对文化总会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找出600个人来加助会员 所以呢显然 他们对于政治操作 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呢对于所谓的民生议案 却是生生慢 所以我们来说 真的是每一件事情 弱得这么慢的话 难怪我们蔡总统的民调 会是七七惨惨七七 再次呼吁我们的蔡总统 对我们民生方面的议题 还是赶快做出最好的一个决策 谢谢科委员 下一位请吴委员致阳 日本的核灾食品 看起来很快就要扣关了 根据现在政府的它的规划 支撑立木群马千叶的四个县 食品如果要开放进口的时候 它是需要减负双证 这个双证就是产地证明 以及辐射检测的证明 除了这四县加上辅导以外 五县以外的各县市的产品 都取消了双证的制度 换句话说 只要付产地证明即可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个产地证明依照过去的经验 是很容易伪造跟仿冒的 所以这样子根本没有保护 我们民众食的安全 执政党一直口口声声说 我们的辐射食品检验规范 已经比其他的国家都要严格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世界各国 包括我们邻近的中国大陆 它是要求日本十个县市都需要付双证 韩国要求十三个 欧洲 欧盟有些国家对特定的食品 也要求要有六个县市 必须要付双证 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 要求这么多的县市的产品 要付双证 就我们的国家要限缩在 福岛四线的高风险食品 才需要付双证 这是根据什么呢 除了限缩付双证的范围以外 本习一再质疑的就是 为何我们只采用日本调查报告 作为评估是否开放的依据呢 完全没有台湾自己做的检测报告 所以日前就有很多民间的团体 暗闷不住了 他觉得政府太慢太慢 所以他们自己到日本进行检测 果然发现有辐射的残留 但是我们合研所的所长他呼吁 他说大家不要过度恐慌 他说你真正会吸收到的量 会很少的 如果民众有疑虑 可尽量减少摄取 不必过度恐慌 这个逻辑真的太奇怪了 按照这样子的逻辑的话 所有的食安问题都不是问题 你如果觉得那个像塑化剂 你如果觉得塑化剂对人体有害 你就少摄取就好了 是这样子的逻辑吗 最近邻近的韩国 他已经派员到日本去采样了 也完成自己的调查报告 列出了管制的范围 所以我们本习要求 要替我们民众把关 立刻组成实地勘察小组 由立法院各党团推派代表 包括立委专家学者 还有各民间团体 会同卫福部 农委会 原能会 定出采样的地区方式等等 前往日本实地的采样 并由原能会来进行检验 根据这个报告 我们再来考量是否开放 核灾五线市的食品 捍卫民 谢谢委员 下一位请黄委员 招顺 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新航事件发生至今 我们只看到 蔡总统动怒 我们看到林权院长标骂 我们也看到徐国勇神回 我说了算 就像剖户骂街一般 束手无策 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 新航事件所涉及之广 可以说是跨部会 所有的部会都牵涉在内 无论是财政部 军管会 劳动部 交通部 甚至于陆委会 外交部 我想这样子的层级 不是只有交通部 一个部会可以解决的 但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行政院 整个团队的动起来 更看不到 我们整个国安系统 在这件事上 所展现的团队 我们要问的是 到底这个团队是睡着了 还是觉不醒 如果人民每天 面对这样子一个无能的政府 我们是要动怒呢 要跟蔡总统一样动怒呢 还是要跟林权院长一样来标骂 我想新航事件 不管是我们整个的航权的问题 或者是劳资双方 未来应该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两岸关系 未来这个航线如何启动的问题 绝对不是我们现在 林权院长所讲的 由华航前面接管 就可以处理 但是我们看到 贺承担部长 在被林权院长标骂之后 他也立即回收 我要立即来做这样子的一件事 其实从这几件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看到 这个团队是信口开河 方腔走板 一切以习国勇说的算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政府 民调如何上来 如何让人民重回信心 所以本席想要问的是 行政院所讲的前面接管 以及他们未来 在整个两岸关系 航线的问题的谈判 甚至于我们整个劳资双方 未来怎么样来处理等等 我想极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来处理 本席具体建议 请行政院拉高层级 将各部会直接影响的 全部纳为一个体系 来做讨论 赶紧给人民一个和平公平 而且适切的一个交代 更急迫的是 本席认为 蔡政府必须要更拉开层级 拉高层级开国安会议 让整个的事情能够在最后 不管是航线 不管是领导 不管是劳资双方 甚至于投资 所有的财政部 金管会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希望台湾一起加油 以上谢谢 谢谢黄委员 日前宣布 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要退出TPP 并重新以调整亚洲的经贸关系 换句话说 TPP将会被美国 以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谈判取代 同时这样的结果 会驱使其他亚太地区的经贸整合加快 因此在这种变局之下 本席有两种看法 第一个 首先川普要推动 以各国的双边贸易协定 这与政府希望在TIFA的架构下 强化台美双边的经贸方向是一致 所以川普退出TPP 并以贸易伙伴重新谈判 贸易协定的政策取向 固然提供台湾争取 以美国签订FTA的机会 但是政府可别就此掉以轻心 因为高喊美国优先 从政美国就业与产业的川普政府 可能会让身为谈判弱势的台湾 面临更大的压力 本席担心的是 美国的韩瘦肉精 猪肉等食品 会在台美一对一的谈判中 被踢开大门 面对5TP时代的来临 本席的另一个看法是台端 绝对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意识形态 我在亚太经贸整合的过程当中被边缘化 因此任何可能的多边经贸协议 我们都要想办法加日 这次APEC的会议看来 RCEP的重要性正在提高 未来的整合速度会加快 专家也议估 在这变局之下 本席再次呼吁蔡政府应该放下政治上的意识形态 找出打开两岸僵局的办法 并向国际社会跟中国大陆表达希望加入RCEP的意愿 一个简单的道理 台湾若能在亚太地区取得不错的进展 我们就有更大的空间 在跟台美经贸谈判的过程当中 取得更好的条件 不用做出太大的让步 因此本席相信蔡政府也知道这一点 只是关键蔡政府 愿不愿让两岸关系重回正轨 以此作为赢得台湾更多在无TPP时代下的一个挑战跟压力 希望能够争取加入亚太的这些经贸的合作会议 为台湾取得更好的经济出路 谢谢曾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德福 花儿元 院长还有各位同仁 我想可以说520以后 我们所看到民进党的政府 抓权权力的权 就像八爪苍鱼一样 但是施政却像盲剑客 我想今天的联合报社论里面 讲得非常的贴切 因为我们从这段时间所看到的 你看台北农产公司也好 甚至于中华总会 文化总会也好 包括农会渔会系统等等 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后 他还就是要全面性的将各单位都要抓权 但是你要是抓权以后 你能够有施政作为 能够做更好的施政来造无全民 我相信全民也是认同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你像一历一休 这些劳工去绝食 你看绝食那么多天 结果民进党的政府上到下 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些劳工 这个可以说让全民看到 非常的冷血 我认为说最起码他们的诉求 你身为执政党应该要去关心一下 但是最后让这些劳工就在那里昏倒 包括日本核灾食品 我们一直的呼吁 就是说这些核灾食品 确实有湖色的疑虑 除了湖岛以外还有四个县 但是民进党执意 就是要把这些核灾 湖岛周边核灾食品 一定执意的要进来 我看到昨天的媒体报道 他们都去换标签 然后进到台湾来 甚至于这些环保团体 到湖岛周边的这些县去测试 现在还有摄137 可以说超标 甚至于它的半衰期 超过30年以上 等等这些都围好我们身体的健康 民进党你为人魅力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那我认为说包括同性婚姻等等 我认为说很多事情是渐进式的 不是每一样都想做 但是没有行政作为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次附近航空 这些问题 表示说整个行政团队里面 横向的沟通联系 可以说极差 完全方向走版 人民看不下去 所以说我们呼吁 蔡英文总统 还是应该把经济摆在第一 你现在南向走不出去 都是跟对岸有关系 那你TPP也没有了 未来我们要何去何从 我请问蔡政府如何来造福全民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王委员惠美 主席各位同仁 台湾酒驾层出不穷 每年高达有十多万件 那更严重的是 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人 因为酒驾事故而死亡 造成了无数家庭的一个破裂 酒驾事故常常让社会 付出很大的成本 实行的警务人员也屡遭颇急 因工殉职往往令人不胜唏嘘 尽管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的警语 已经深植人心 但几杯黄汤下肚 恐怕早已把一切 抛于酒消云外了 除了酒品酒驾 是我国最多的刑事案件 这暴露了政府 对于酒精管制不够严谨 也让饮酒者对于喝酒驾车 仍然心存侥幸 如何减少酒驾问题 不断的发生 相信是政府当局 以及民众们都迫切关切的 一个议题 喝酒的人总之任务没问题 还能够开车 酒驾零容人宣导多年 仍然是有人以身试法 显示目前的防治措施 仍未尽完善 无法有效的减少酒驾造势的案件 曾经有公众人物拒绝警方的酒驾 之后还在脸书上面 公然教导我们民众 酒驾去测试危机处理 根本就是变相 把传授社会大众 专研法律漏洞 不仅未尽公众人物 应有的社会责任 同时也显示出现行的酒驾驱车的 标准作业程序 是有待于改进的 法务部施行的酒驾 在犯发间标准 采取所谓的三证法案 明定五年之内有三度酒驾 就予予发间 但酒驾累犯 大多是有酒饮酒癖 如不接受医学的 借酒治疗 或者改善生活习惯 单纯发间 根本无助于减少酒驾的发生 事后重罚虽有其必要性 但毕竟伤亡是不可逆的 因此政府扮演的角色 就非常重要了 许多国家的车厂 它研发了酒精锁 驾驶人插入钥匙之后 需要对酒精气 呼气通过检验 那个引擎才会发动 我国发展 这个相关的技术也很成熟 政府应该以国外强制 酒驾的违规者 加装酒精 汽车酒精的锁 措施为接近 并延宁奖励措施 在这个源头 就来杜绝酒驾的可能 另外一方面 政府也应该要重新来审视 我们酒驾相关的法令 针对饮酒饮酒癖 而累犯的这个酒驾的行为 进行借酒 或者改善它的生活习惯 治疗以及辅导 台湾到处可以买到酒 酒精的这个产品取得容易 也是酒驾评传的原因之一 台湾执行酒驾 行之有年 但酒驾的取缔行之有年 但喝酒闹事 酒驾照获的事情 却屡见不鲜 政府应该神圣分析 相关的这个统计数字 之后提出可行性 来解决酒驾所带来的一连串社会问题 其次呢 来沿你提高酒税 降低酒品的可经性 以及严格执行酒驾的罚则 真正的让我们用路人的安全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保障 谢谢王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立长 发言 院长各位媒体各位同仁早 密室逃脱实境游戏逃生成隐忧 近年来年轻人中间 炫起一种新兴的娱乐行业 被称之为密室逃脱 密室逃脱是一种讲求 团体合作 解开谜题 逃出密室的一个娱乐活动 店家通常会将一群玩家 带进上锁之房间 玩家透过推理解开房间内的谜题 获得密码跟钥匙 打开门锁逃出密室 降着这样子的实境游戏 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然而密室逃脱的逃生品质 参查不经 许多店家在密室内 没有设置逃生的标示 逃生的指引 灭火器或紧急的照明灯广播 以及紧急按钮 及店家会让玩家进入密室前 也很少说明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逃生方式如何使用逃生器材 许多店家为了讲求气氛跟主题 会将密室制作成很阴暗 很少会有设有透气的设备 为了避免玩家使用计算机及工具 还会要求玩家把手机交出来 因此在火灾或地震发生的时候 密室逃脱现场会停电 现场可能会处于一片黑暗的状况 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对外联系求救的方式 如果现场没有任何的照明灯逃生标示 门又被锁起来的时候 非常可能无法把握黄金的逃生时间 发生了遗憾 本席要求内政部 消防署 营建署 经济部等相关单位 要尽快去善进所谓防灾的发生的时候的辅导店家 把安全的设备 安全的逃生摆第一 安全是一个责任 尽快召开跨部会的会议 理清责任的分工及责任的归属 检讨相关法令 本席相当支持新兴的创意产业的发展 这是台湾年轻人发展创意的平台 但是本席也站在一个妈妈的立场 一个妈妈的角色 希望政府主动辅导业者 让业者在法规的标准可以有一个依序 让民众玩得开心 家长也安心 有保障 谢谢林委员 检委员东明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 列入公报记录 报告院会 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再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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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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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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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